很多念佛堂 念东天木山 我都要求他 每一天至少要听四个小时的音 念十个小时的佛 这四个小时听经的时候 他可以明白 很多的烦恼稀奇障碍 一听经就化解 那也是道理的 真正是万元放下的 可以不要听 他放不下 那放不下的时候 听经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底下一个问题说 有人说念佛必须先通过身体观 才能得力 如果身体不亲近 有病 这样心无法亲近 请问此时正确吗 大概他讲的这个意思 就是念佛一定先有个好身体 才能得力 怎么样 怎么样能叫我们的心亲近 念佛心就亲近 念佛心就平等 念佛心就觉悟 念佛心就慈悲 你也要先把身体做到亲近 就不必念佛了 你已经成就了 所以有这些问题最好 让他就看看那个山西小院 看看这个他就明白了 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呢 山西小院提供的这个参考资料非常好 他们那一半人呢 是念这个地藏经 很有感应 可是里面的时候 也有几位呀 念无量寿静 感应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念经念佛了 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你心就亲近了 然后用亲近心念佛呢 他当然会有感应 下面第六个问题 儿女 发型谁受给父母 父母能得到吗 能不能得到啊 是在心底 就是亲不亲近 真不真诚 古大德给我们讲 诚在里 就有感应 不是真诚到极处啊 那是有口无心 那个不理 真诚到极处啊 有感应 而且你要学习 你那个寿里头也有问题 寿里头有极凶祸福啊 有人寿很长啊 但是活得很辛苦 很受罪啊 那你要把这个寿使给你父母 让你父母 你最大多寿一定辛苦 是吧 那就错了 如果你有福报 你有聪明智慧 你有福报 那个好啊 所以由此可知 还是要考修学 不真正 断悟修善 那个受学了之后 父母也很难过 这个道理一定要通 一定自己 断悟修善 极功累得 以真实的功德 回向给父母 再能有这个怨心 让父母在这个世界 多住几年 这个都是分别之处 是感情啊 父母如果真正念活 到西方极乐世界做福 早一天去好啊 后必要一定 把他拖在这个地方 受苦受难 这些道理都要通 都要通 那么明白之后 我们在这个世界 住的时间长久 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 真正能往生 真正能往生 受都不要了 这是一定道理 你看这个 往生传里面 记载 建图圣仙 落里头 所记载 许许多多念佛人 时间并不长 三年五年 他就往生 所以早年 曾经有人问过 他说这些念佛人 是不是寿命都这么短了 他念了几年就往生了 这个问题也提得好 我想想 我想想的时候 我说 如果说大家 都是这个三五年的寿命呢 就走了 我这个讲不通 怎么讲都讲不通 只有一个道理 能够讲到 他三年五年 念佛的功夫成熟了 后面的寿命呢 不要了 谁愿意在促破世界受苦呢 真正有这个条件去往生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去 只有说你功夫不到家 你去不了 你没办法了 能去为什么早去呢 是不是 你住在香港 这个空气乌烟瘴气 有什么 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受苦呢 后必在这受罪 这个道理要懂 那么有 真正 这个有能趣的 还不去 只有 只有一桩事情 他有发育 有很多人呢 愿意跟他学 那他没有法子了 他只好要 都帮别 帮助别人 都带一批人去 不能自己一个人跑掉 如果没有法语 他跟人讲也不相信 也没人听 他赶紧去 他那个去呢 也是度众生 去的时候 锐向西游 又不生病 欲知实至 站着走 坐着走 人家一看 他那个像 动了心 那也能度很多人 这种人多 所以一个念佛往生 你说要多少时间 在一般讲 三年足够了 你为什么去不掉呢 你没有放下 你对这个世间 还有贪念 所以你念三十年 都去不了 你要真的放下了 对这个世间的时候 没有贪念 没有执着 没有贪念 三年足够了 《弥陶经》上 给你讲的是七天 若一日到若七日 就能往生 哪有三年不能往生 所以明白 这个道理 这个《往生传》 给《尽头圣仙录》里面 所讲的 才能讲得通 那是真的 不是假 你看我们看 这个地仙老和尚 那个土地 沟鲁家 不是三年吗 那是站着走的 早年的时候 这大概总有 四五十年 将近五十年 我在佛光山教书 佛光山有一个长功 因为它那个功臣 是一年到头都不断 那功臣很大 也很多 那是 我能够 不断 我能够 不断 我能够 我能够